有本事就杀了 你现在不是阿拉伯 以后 你会后悔的 真是聂宝华的亲妹妹 有骨子狠尽 你知道我是她吗 等我哥找到你 已经把你弄死了 要不然你现在就疯了 为什么我哥要留你一瓶 来 你干吗 放心吧 我不会杀你的 你可是我的宝贝呢 放开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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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 老婆 不是在想养病吗 怎么又过来了 老宋 我想申请调一下八八案 第一个受害人指甲缝里的 人体皮肤组织样本 怎么了 我想做个比对 跟谁啊 蒋广珊 不会吧 第一 蒋广珊其实是个左撇子 但这些年她一直藏着掖着 第二 1993年割吼案停止的时间 正好是她老婆刘秀娥 刘产的时间 第三 我这些天 把八年以来 蒋广珊所有的行动轨迹 捋了一遍 我发现每一次割吼案 那个区域 当时她都正好在那附近 打工 是 学长友 来 把八八案所有的政务和卷宗调出来 好 知道 超 你带人 对蒋广珊进行布控 现在去 是 包括家属 是 黄老婆 我问你 这事之后不会又去告状吧 告状 我压根也没告过卫队啊 没告卫队 让你找不到工作 没有 我看这是挺生气的 后来我一想 我也是罪有应得 小夏也跟我说 说卫队根本干不出来的事 我发誓我真没去告过 那合着从一开始之后冲你来的呀 我一个朋友 送给我两张 你看 这是钢琴演奏会的票 我这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懂的 所以就来找你嘛 两张啊 谢谢啊 要找人一起去看 不是 是我朋友送我的 两张 你不是给我了吗 不是 你还有什么事啊 我 我送你 也行 走吧 你什么朋友啊 懂音乐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懂音乐 有时候我也听 但是 这事干什么 不是朋友 魏国平 他 他还不如我呢 他平时连个电影头都不看 不是想让他放松放 师哥 来 来 那个手机袋怎么样 我寄给上海一个朋友了 他说要过两天 好 找我 宋处给了两张钢琴票 跟他去注意安全 不是 他不感兴趣 咱俩去看吧 我 我也不感兴趣 你不是想让你放松放松吗 行了 去吧 听个音乐 舒缓舒缓心情 什么一天总捧个脸 肯定有关系呢 我好 像你那样 不知道 什么东西 我听不懂 这些东西 就是 这样子 寻找能量